董哥有一部分要請你幫我們特別來解析 這個應該算是北檢的史上 只有六次發生的 這是第六度的成立了端谷 那這神秘的端谷呢 他是由多位的檢察官可以共同來查案 那目前是由號稱天下第一組中組的主任 江振宇他來率領的團隊 那所謂的端谷就是會分頭來展開 偵辦科批的相關案件 在重大矚目的案件的時候 就會有類似的情況 只是說檢察官需要協同辦案 所以比其他的地檢署高很多 那彼此個別可以實施 調卷 傳喚 搜索等偵查的手段 那因為任務需要會臨時編列端谷 那我們剛剛也講到 這是史上只有六次設置端谷的案件 更說凡是端谷出手就避暑大案嗎 他是大案就是因為那個人的知名度很高 或者政治分量角色非常重 但他們辦出來的 老實講不成人形啦 他們辦過馬航九的卸密案 同樣是江振宇辦的啊 他們都升官啦 有一個人還對不對 周世宜還刪到金門幹檢察長啊 他們都馬航九卸密案 大家都升官了 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馬航九無罪啊 那你們就靠這個升官嘛 其實我非常知道說他們這些檢察官辦案 那種稀稀實實在那邊 但是因為這個辦柯文哲畢竟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馬航九辦的時候 並沒有說國民黨有幾百個人幾千個人 我們去北檢沒有 鄭文燦也沒有 不用講 那阿伯他是因為他是靠民粹起家的 他很多人就相信他清白 相信他講的話 對不對 政治很簡單嘛 就憑良心而已嘛 阿伯嘛 對不對 阿伯怎麼會貪呢 那如果沒有貪的話 為什麼要壓那麼久 為什麼連佩琪都要去 為什麼那個副市長的太太也要去 這個都在查金流 問你 你太太你家為什麼有這個錢 你不能講不知道 柯文哲講不知道 據說啦 柯文哲講不知道 你太太說這個錢是我先生給我的 所以你不知道怎麼行 那這個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這種這種辦案方式就是 讓你在裡面互相猜忌 互相那個 那很多人不曉得檢方有辦案方式 我們是很清楚啊 因為我們跑新聞知道他大致上 那在我看來檢方這些手法 有時候還是很嫩啦 但他有一個方式他會讓媒體來放話 看得出來 放話有真有假 有真有假 那他講的東西你就會緊張 相關到這個 下來會不會到 會不會到我 大家都潛在水底 那你要 好像媒體快講到我 我會繼續動 趕快把這錢藏 你一動他就發現了 沒有動沒有發現 好 就其實很多東西就是這樣 那我覺得說北檢弄端鼓 當然他覺得這個很慎重 因為你要幫柯文哲畢竟非同幻想 可是柯文哲這次被記記問他是先問他木可 所以柯文哲願意接受他開始講 講到晚上柯文哲都願意講 照講夜間可以要求不爭信 可是開始問金華城市 柯文哲說 不講了 不講 我要求夜間不爭 我要回家了 他的過程是這樣 那這個就有玄機啊 這就有玄機 木可為什麼柯文哲可以這樣 因為他們自己在被人家突出來講查證 他們已經自己搞了兩三個禮拜了 他可以看這個怎麼樣怎麼樣 好像很有那個 但是我講到金華城 金華城是兩年前選台北市長 講完來選台北市長 黃珊珊選台北市長 那時候就丟出來的議題 那時候民進黨在打這個 為什麼要是八百四 那時候檢方沒有任何動靜啊 那兩年後才有動靜 所以你要說這個案子沒有政治企圖 也不太可能 那他也知道這個 辦的這個柯文哲是很大咖的 是有政治企圖 而且他有民粹的力量 有小草 雖然現在來的不多啦 跟郭敬相比其實相繼盛嚴啦 因為你慢慢長 丟一些東西出來 柯文哲前面的這些案子 譬如說你自己花四千三百萬 你去買這個房子 我對我們小草來講情何以堪嘛 你做了再多道歉 就不是你講的政治良心而已嘛 不是嘛 對不對 柯文哲公開透明 不是嘛 怎麼會是公開透明 你如果公開透明 檢方帶你跟你老婆去老實講 八個小時就放出來 我這個錢是整個什麼 一比一比就馬上交代 那如果你沒辦法交代 就是現在的關鍵 關鍵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這個案子 從柯文哲被人家講財產不明 講到現在 講到昨天下午之前 因為下面有木可 然後有時候那些錢 又去陳佩琪去看房子 然後柯文哲又自己去買商辦 這案子一樁接一樁 然後直到這幾天才講到金華城 所以 應小回發覺不妙 她要想走 對不對 那沈青町發現說自己回來錯了 她從國外回來錯 檢方來了她趕快躲到樓梯間 大家也知道 所以都覺得不妙了 這個案子有不妙 那他們因為過去膽子很大 你看膽子大到什麼地步 比如沈青町怎麼會 把四天五百萬匯給那個 你匯的一定會有 會找得到的嘛 怎麼會到應小回的那個協會 對不對 沒有人這麼笨嘛 過去膽子太大了 那她說我是做公益 你要騙誰啊 四千五百萬做公益 結果應小回領記幹嘛 領記付信用卡的款 或者怎麼樣 這些東西都會被查出來 為什麼 因為你金流 只要在帳戶裡面流動 就會查出來 所以現在要查的是什麼 阿伯現在怕到了 檢方問他木可 他都很衝容應對 問到金華城說 我晚上不接受訊息我要回 這個其實就是心裡已經害怕了 那你現在要查了什麼 查了你的商辦 四千三百萬從哪裡來 這不是 不是我總統補助款 我給我七千多萬 三分之二的黨部給我 我哪去買啊 是這樣嗎 那要不要查查 你買房子一定是會過去 很多人說四千三百萬現金爆的 我絕對不是 怎麼可能爆 四千三百萬現金多重啊 幾十公斤耶 對不對 絕對不可能是用這樣付款啊 你用這樣付款要怎麼付 那賣你那個人要自備點超級嗎 兩千八百萬都要點兩個鐘頭了 四千三百萬的現金要點多久啊 這是大家最近的概念 我告訴你就是 就是真正應該就是黨部的錢 本來一億多嘛 三分之二七千多萬會給柯文哲 柯文哲用裡面的四千三百萬 會給那個人嘛 就是屋主嘛 我跟你買房子 照講是這樣 請問是不是這個程序 這個程序 你如果是檢方的話 十分鐘就查出來了 十分鐘就查出 這是電腦轉帳嘛 那為什麼要搞這麼久 顯然它裡面有些東西不單純 那不單純當然不只這一筆 有好幾筆 你以後怎麼樣 才會要陳佩吉去做說明嘛 那這個說明當然陳佩吉沒有料到嘛 陳佩吉沒有料到 那進去的話當然 他可能這輩子第一次到檢察官那裡 所以檢察官說你這個 你這個錢是有問題的 你要交代來源 要不然我們把你轉被告 甚至我們就要收押你 他一定會有這個過程 你要老實講 等陳佩吉講這個錢怎麼樣怎麼樣 先生給我的 那先生給你的錢 這麼多你為什麼不拿去銀行存 去銀行存一下就好 你家旁邊有好多銀行 他家旁邊有張銀有什麼 我都查過了 我都查過 你這邊都 你為什麼不去存呢 為什麼要一張一張 到提款機裡面把錢存進去呢 對不對 這個都是毀一首師的動作 他會這個去問你 問了以後他在哪其中有些關鍵的東西 再去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房間 去問柯文哲 你太太剛剛講 錢是你給他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太太的錢從哪裡來 那我們就要辦你太太了 對不對 你太太怎麼會有這個錢 他才卸任公務員 他也有公務來源財產不明罪的罪 他會用這個去交叉用 那當然我們知道檢察官 這個這一招 他們用的一個刑償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柯文哲 現在比較難解釋就是他的金流 因為我剛剛講 從我們辦的這個案子 從柯批財產申報部署一直辦 辦到昨天下午 我們才知道 檢察官要勝壓他的罪名是什麼 收費 不只圖利 收費跟圖利 我們要求勝壓他 他才想有收費 那就有收錢了 我們前面只是講說 你對未經很好 一直給他方便 你只要沒有對價關係 這種圖利罪 有時候要定案比較困難 因為我要讓商人 對不對 財團也是市民嘛 他財團做得很好 市民就有利 我做市長也講得過氣嘛 所有財團都賺大錢 對不對 眼熊公司的那個大基站 那麼多人去看賺大錢 我們收招商家喉嚕 我當市長也很高興啊 你可以這樣講啊 這個圖利 有時候很不容易定罪 可是如果你有哪錢 叫做收費 那他有錢給你 這個叫收費 那裡面有很多東西 就是要再釐清 你在選舉的時候 他有沒有給你錢 不是沈青青的名字 沈青青下面有多公司 沈青青是沒有一張卡的 沈青青也沒有存款 沈青青就是這個集團的總裁 這個集團有非常多家的公司 一二十家公司 每一家他都沒有名字 都沒有名字 你知道 這些人都是他可以調動的 所以你之後再看 吳長順裡面有個政人被收壓 他講這個人是什麼 我告訴你他十年前 他之前從台北市都市發展級推休 然後他就去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什麼 怎麼沒有人聽過 叫趙欣 怎麼沒有人聽過 趙欣是 中石化下面的子公司 中石化是我過去跑的一個單位 我過去跑中石化 然後我也跑過中華工程 我過去跑的主要路線 這些為什麼我跑 因為我跑經濟部 他們是屬於國營事業 國營事業下面有十大國營事業 這是其中兩家 裡面最重要的兩家就是中油跟台電 對 這都是我跑的 那神經濟弄了這兩家 後面 因為他這公司很大 又過去有政府的口碑 他就把它去做 做了以後現在 中華工程是在飆到了 台北第一狗菜一類公司 對不對 125億嘛 125億 當然現在下面的案子 要查柯P百分之百有罪 有事 為什麼要有事 因為你看他簽的合約說 我們前面 我們後面還會再給你50億 怎麼有這種合約呢 所以我們下面還會追加預算 給你們50億 這個不是開玩笑嗎 政府怎麼可以有這樣 當然鍾小平他們就告發了 可是這個第一狗菜一類公司 這個已經 已經也講很久了 也沒有辦 那你現在 柯文哲的案子在收容的時候 這些案子都會 這是五大必案的第四大必案 柯文哲的柯P五大必案 就是第一狗菜一類公司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說 現在這些事情 柯文哲他自己都 沒辦法解釋 因為柯文哲過去處理事情的方式 就是跟你插個打 我就是沒有 有種就怎麼樣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公開 都是上網的 我絕對沒有 他以前都是用這樣的口吻 那你公開透明我問你 你這錢哪裡來啊 你不能說我季節講 我寧願被判財產不明罪 我不要講出來 怎麼可以這樣 你不是公開透明嗎 你對小草 對全民的承諾不是這樣嗎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變成 很難自言其說 而且檢方還有掌握很多秘密的武器 這個秘密武器 法官已經看過了 可是柯文哲的律師不能看 這個就是縣葉庭在開的內容 那法官要採留的時候 檢察官說這東西不能給他 他律師會告訴他 他們會做一些防疫 對我們下來 還有一些人會被勾穿 還沒有到案的 那金錢還沒有完全掌握 那些東西對我們辦案會有影響 那顯然法官聽進去了 所以他要求對方律師 只能看某些資料 這些秘密武器到底是什麼 對柯文哲一定是很有殺傷力的 那你要看他整個辦案過程 這些手法當然 我覺得檢方當然有他的獨到之處 但是也有他非常多的破綻 那現在台灣民眾黨跟柯文這邊 他顯然用的方式 我就是把它塑造成是一個政治破壞 是一個政治案 那我用政治案來的時候 檢察官就會有壓力 就會有壓力 有群眾有人講我們政治辦案或怎麼樣 他會有壓力 那檢察官現在要說服大家就是說 我握了和政治沒有關係 我完全是按照政績 政績到哪裡我走到哪裡 他一定要用這個方式 那當然啦 你在這種攻防裡面 因為對方的律師也是檢察官出身 還是特徵組的政生研嘛 然後大家可以看 所以現在大家 他在法律上的攻防上 他最重要當然就是 今天晚上的深壓庭 會不會深壓他 激壓庭 那激壓庭 那深壓就是讓法官來裁判 要不要激壓 那如果法官裁判激壓的話 我覺得檢方就贏了一籌是什麼 因為他一次深壓是兩個月 這兩個月柯文哲 你不曉得外面發生什麼事情 那我比較容易攻進你的心房 就是說已經怎麼樣怎麼樣了 那裡面一個很大的關鍵就是 他第一次把彭正森把它放走 彭正森放走以後 好像覺得很放心 所以當台北市議會的調查小組 第一次A談他他不到 然後檢察官A談他他到了 然後市議會的調查小組 第二次A談他他心難到 而且講了一堆 為什麼 因為他在說檢察官好像沒有 不知道我的什麼事情 那檢察官其實 疫情顧重 讓你放鬆 你可能就會有一些事 有一些動作啦 那有一些動作當然 好最後我們再把這動作 第二次傳你 他認為說檢察官第一次 對我態度很好 都相信我說的 哇 檢察官第二次可不是這樣 拿出來的 對你有哪些東西 哇 那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市長指示 就市長指示 如果這樣下來的話 就是到柯文課 所以現在我們假設 我們假設 以檢察官的立場 假設 送錢的大老闆 顯神清清壓了 中間人的應曉偉也壓了 那你只辦 來當都委會 主任委員的彭震生 我們現在也要壓他了 那我們可能不壓你嘛 不可能嘛 這個就叫做收網 收到最後了嘛 所以我覺得喔 對柯文哲來講 他大事不妙 那當然 他會覺得說 我是不是有哪些東西 是被發現 因為柯文哲覺得自己 結頂聰明嘛 有些事情一定 別人沒有發現 那當被發現以後 他就隨便插顆打混兩劑 譬如說 你的商辦四千三百萬 你怎麼沒有主動對外獎 你太太在買王子多敏感 結果最後你真的買了 還買成了 那這不是很離奇嗎 他也沒有主動講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相關話題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澡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光源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您 呵護前家人 專屬您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